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進入最後一個章節 氣體動力論 為什麼要學氣體動力論呢? 這要回顧一下 我們高一有學過物質的組成 那我們是怎麼發現 物質是由原子所組成呢? 怎麼證明呢? 有一個藍運動叫做 沒有錯,不藍運動 愛因斯坦預測不藍運動的行為 愛因斯坦假設水分子狀花粉 透過佩蘭的實驗證實 所以就間接的證實了 水真的是由水分子組成 那我們今天也是用類似的方式 假設我們這些透明的空間 透明的空氣 其實是由空氣分子所組成的 然後空氣分子 它的碰撞可以解釋壓力和溫度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氣體動力論 那首先呢 我們來做幾個假設 先從最簡單的情況開始 分子 也就是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有幾個假設 第一個 分子之間很遠 比他們的大小 大很多 分子大小 遠小於分子間距 這樣我們可以把 分子的形狀 體積分裂 把它當成是球 把它當成是指點 像水分子二氧化碳分子的形狀 就可以忽略了 第二個 分子之間有可能有凡德瓦力或氫界 那太複雜了 或是說氯化鈉 或是氯氣和氫氣合起來變氯化氫 我們先不考慮這些情況 我們先假設分子之間只有碰撞 只有碰撞力 而且是彈性碰撞 沒有換成未能的部分 只有彈性碰撞 分子去撞牆壁也是彈性碰撞 撞溶氣的牆壁 那第三個假設是 分子有均向性 就是在好幾個莫爾 六乘以十二十三四方 好幾莫爾的情況下 向右的分子跟向左的分子 或向上和向下 向前和向後 每個方向的分子數量大致上是一樣的 因為沒有一個方向是特別的 所以這幾個是我們一開始的假設 接下來我們來嘗試 解釋氣壓 好那這要回顧一下壓力 壓力就是力處理受力面積 然後力又是動量的時電率 動量的時電率 動量電化處理時間就是平均力 好回顧這兩個時候 我們來嘗試用分子碰撞的方式解釋氣壓 首先 畫個容器 每個十歪軸畫出來 這是一個 邊長蕎螺的 立方體容器 在容器之中 有很多的空氣分子 我們假設這些空氣分子 然後去撞這個牆壁 他們彼此碰撞 也會撞牆 撞牆之後 我們把這個右邊的牆 拿出來 單獨分析 這裡有一顆 空氣分子 撞牆彈性碰撞 我們把這個速度劍畫大一點 好 因為是彈性碰撞 所以這個走動能沒有改 走動能是手橫 那牆壁幾乎沒有動 所以 動能幾乎都回到了立體身上 那原本它的速度是 V 後來的速度也是V 那碰撞的時候 它會受到向左的力 就會讓它 X方向的速度 變化 所以這個例子 它的 X方向的速度 從 正的變X 變負的變X 那我們就可以算 強力受到的衝量 也就是動量變化 因為根據動量手橫 或是作用與反作用力 立體的動量變化 跟這個 右邊牆壁的動量變化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寫 先討論 單一分子 單一分子 最強力的 衝量 其實就是 單一分子動量變化 那我們先看它的大小 就好 所以加絕對值 後來的 動量 是質量乘上後來的速度 後來的速度是-V X 只看X的部分 因為只有受到X方向的力 然後減掉 一開始的 動量 這樣算出來的結果是 2NVX 這就是動量變化 那動量變化之外 我們需要 時間 我們需要取這個 時間 那我們這裡取的時間 比較特別 就是 就是 9HP取分子 沿著X軸 來回一次的時間 來回一次的時間 來回一趟 為什麼是取這麼奇怪的時間呢 先講一下什麼 再來回一趟 就是 這顆栗子 它撞了一顆子 撞了 右邊牆壁之後 然後它 往回彈 往回彈直到它撞到左邊牆壁 再回到右邊牆壁 這樣子 形成一個循環 而且這顆循環的時間 叫做 2HP 為什麼不是取它 真正接觸牆壁的接觸時間呢 因為 接觸時間 比較難以表示 接觸時間比較難以表示 那我們 取而代之 就是 換一條路 我們用 碰撞到左邊牆壁 到右邊牆壁再回來的 這段時間來算平均力 那同學可能會說 那你取那麼長的時間 算出來的平均力不就很小 不過不要緊 因為 每一顆粒子碰撞牆壁的機會 應該是一樣的 那我們先算一顆粒子 之後 我們再把每一顆粒子的平均力 全部加總 還是可以得到總力 還是可以得到這片牆壁 受到的總力 好的 那所以我們的時間呢 就會是取 就會是取來回一次 來回一次2L 去L回L 然後處理速度 X3的速度 就是它的 我們取的時間 那這麼一來呢 我們的 平均力呢 一顆粒子 對於右邊牆壁造成的平均力 就會是 動量變化 除以 經過的時間 那也就是 2L消掉 然後V跑到上面 L分子MVX平方 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考慮N個分子了 總共有N顆分子 在這個容器中 那N個分子總共的 對右邊牆壁的貢獻 就是 1號粒子的平均力 加2號粒子的平均力 加加加加 可以用Sigma表示 也就是 Sigma 然後編號I 到編號N 然後編號 每一個粒子M一樣 每一個粒子 在這個L L也都一樣 那就是只有 V不一樣 所以這裡的編號I 是 我們寫這樣子好了 就是編號I 應該是在這個V上面的 好 那這裡我們就會再用一個 技巧 這邊的技巧 統計上的技巧 就是 平均值 乘上總數 其實就會等於 每一個的加總 這個是上面一橫 上面頭上一橫 是平均值 乘上總數 就代表每一個加總 就好像 班上每一個人的成績 全部加起來 就是人數乘上平均分數 平均分數乘上人數 就是 班上人數 班上每個人分數的加總 這樣 然後我們用這個 來把上面這個替換 替換成左邊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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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fx 就會是變成 就會變成L分之N 然後N V 這時候就不用寫I了 因為後面這個是平均 x方向速度平方的平均 就是後面這項 好 到這邊 我們就終於 把每一個粒子 它碰上 右邊牆壁的力 求出來了 那我們要求壓力啊 所以要用力除以面積 壓力的話呢 就是 力除以面積 面積 area 那這裡面積 我們可以直接就 拍好 右邊這個 圖 左邊這個圖 其實這個面積 就是L平方 就是L平方 因為邊長是L 那fx 是L在分母 再除下一個L平方 就會變成L三次方 上面還是照差 那L三次方呢 其實就是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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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的壓力表達為 體積分之N 然後N Vx平方的平均了 這樣就是 到這一步 接下來呢 這個 x有點考驗 因為我們 好像只有考慮x 沒有考慮y 沒有考慮d 怪怪的 接下來我們會用到 第三個假設 叫做均向性 均向性的意思 就是 x方向平方的平均 會等於 y方向平方的平均 會等於 z方向平方的平均 因為xyz 並沒有兩個方向 比較特別 然後 速度的加乘性 第四定理 在三度空間中呢 總共的速度平方的平均 會是這三個的加總 就是必施定理 就是必施定理 那也就是說呢 其中一個 會佔全部的 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這一個 用下面這個 替換 那就會變成了 就會變成 V分之N 然後 三分之一 N V平方平均 注意 這邊就沒有x了 因為 這個 Vx平方的平均 其實是 V平方平均的 三分之一 所以最後呢 我們會發現 這個Nv平方 很像是什麼能 沒有錯 動能 很像動能 可是動能是長這樣嗎 不是啦 動能是二分之一 Nv平方 我們可不可以改一下 把它變成動能 那就是變成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動能 然後 我們可以上下同乘以2 上下同乘以2 這裡出現了2N 然後這邊出現了2分之1 那後面這一項就變成了動能 可是它不是單一顆的動能 它是 平均動能 因為頭上有一個平均 這裡有平均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出 寫出 定義 定義這個平均動能 A 頭上一顆 就叫做 1 2分之1 Nv平方 平均 然後 再把它帶回去 最後我們會得到 壓力 然後乘上體積 會等於 我們寫快一點好了 就是 把整個3分之2 3乘到左邊 2 除到左邊 我們就可以寫 2分之3pv 就會是 N倍 乘上總動能 抱歉 N倍乘上平均動能 平均動能 是後面這一項 那N個粒子的平均動能 全部加起來 N倍乘上平均動能 就是平均值乘以N 那平均值乘以N 就是 總動能 好 那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能不能 用牛頓力學來解釋壓力 到這邊 我們就得到一個 可以實驗的柿子 如果我們通過能量 手能的方式 去測一些 速度氣體的能量 速度氣體的能量 能量 然後再測 氣體的壓力 和體積 你是不是就可以驗證這個柿子 那如果說這個柿子 理論跟實驗是吻合的 理論跟實驗是吻合的話 那就代表我們的假設 例子碰撞造成壓力 是可信的 所以呢 這是為什麼我們會 需要學 氣體動力論 因為我們可以 用類似的方式 像愛因斯坦 解釋負操運動那樣 做一種想像 還有推理 謝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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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是不安分的 都是不安分的 對 騰操運動的 對 是不安分的 是不安分的